第一个正式的项目的考核就是 悬疑剧 演悬疑剧的难度也是非常高的 希望大家能够好好表演 片段一 我们选的是高海玲 在 和季凌晨 我们又搭了 我们二搭 二搭 加油 加油 没问题 早点早收工 对 反正你都排好了 有信心了就去 就不要一直拖 越拖越有信心 还是你有经验 但是别乱 别乱 别乱 你很喜欢到时候看 因为其实有些时候你知道吗 有感觉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 我懂 就是你不可能强行给他扭过来 然后去做 但是感觉还是可以控制的 就是演技演技 就是要有控制 好 没有到出神入化 就是这个演技 所以不能太玩 是 对 他在演戏的时候 喜欢每一次都换一个道具 他好像觉得说到时候感受 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但就有点感觉我控制不了 我觉得晴晴在这张桌上就已经出现了 何乐乐 景超 李明德 他们三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型的 对 那怎么办 实话是说 其实我记不住你们三个人 你们走的那个路线都太像了 我们这个市场其实特别缺年轻有张力的人 就是有男人味的人 我有一个类型剧 我就一直都脑子里在想 他的年龄 这个年龄段能有谁能有谁 真的想不到 现在从爱豆一出来之后 大家穿衣风格 包括你看连发型都一样 发型都很像 但这个也好难 那你说他们本来就是像个阳光男孩 那不像能怎么办呢 面一点 真的得思考一下 自己的特色到底在哪里 我现在本来想自己来弄头发的 我现在本来想自己来弄头发的 弄什么东西啊 头发呀 你面试你都把头发抓成那样了 太太灯了 你还原一下 我不 我不 我跟你说那天我不是 那天不是说叫你胖大 那天是我正好口袋里有那个胖大 的糖 啊但你那个太绝了 哈哈 哈哈哈哈 你你这个太巧合了你这个 超超 你们之前认识啊 对啊我们四年 认识四年 我们很早上这样就合作过 也就是老朋友了 因为我们最开始都是在国风圈嘛 然后就是也有一起搭档过 这次他来无限超约班 提前就问我一些 该注意的地方呀 虽然我也没有很有经验 向左 我觉得你其实已经演了很多很多的戏 但是感觉上就是没有一个特别深入人心的一个角色 我觉得你应该把合作范围再开阔一些再广一些 但是你身上的这个动作标签是完全不用去摆脱它的 因为这是你最擅长的地方 我觉得这个是对的 因为你现在要喊一个特别有条件的人去练武术 那要很多年 比如说李连杰李小龙 他们都做到了一个最顶端的一个 但是你现在已经就在那个周围 所以这个位置特别宝贵 所以在这个赛道上其实你是在登山 其实我一直在爬 因为我还没想还没做到我真正理想的 比如说我今天很铁定说我一定是第一梯队的 用了这么多年的时间 这很不容易 所以就继续往那山顶冲 希望是感激 ok 好 我是特别想演古装的 然后我特别好奇你们是怎么一眼去看出它适不适合呢 我曾经跟我的经纪人说过 我说你要不去联系一个美术或者造型团队 让我去办一下看看吧 这横店景景区有啊 我明天带你做完 不是王强 你为什么 你一定要执着于这个古装戏 你是羡慕那些演古偶的 然后就粉丝量特别大吗 不是不是这个原因 是真的想尝试一次古装 如果真的不合适我就退出了 你知道吗 你知道你有一点站着说话不腰疼你知道吗 因为你是一个有电影质感的 对 要不然儿导会找你吗 就是很多人想追求这个是没有的 你真的非常适合打荧幕的 他上来可以给人一种很有电影质感的感觉 你好好演你电影吧 别执着在古装了真的是 真的是 真的是 好 先进去 上周第一阶段考核已经结束 来 合约 合约 其中12位议员获得了正式合约 你可能是从最嫩的演技的提升的幅度 会比较大 这么你这个人能够多方面的发展 本周考核继续升级 无限议员们又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这个阶段我们加入两位临时的议员 今天请来了三位资深食品人 我就不配做演员吗 当初已经官宣了还要把我换掉的原因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进口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你是想说什么呢 我觉得就是你实力不够 他们三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型的 实话是说其实我记不住你们三个人 怎么了 是直播这个钱赚得差不多了 然后又要回来做演员了 为什么一定要规定我一定只能直播 只能拍戏 你再说下去你就会被骂上热搜了 我觉得你是一个性格特点特别明显的一个人 但你觉得我跟D姐可以演情理吗 本阶段我们将开始第一个正式项目的考核 谁低劣这个怎么演啊 点击没有到出神入画 不能太玩 情绪没了怎么回事 你刚来你不懂 行 你都知道 我他什么都不知道 开始 我说给我 给我 你是不是不一定是 可是他最有应该 他才是骗子让我干什么 我的天啊 季林陈你上了快半年的台词 可你在上什么 这是痛恨 所以我绝对入不了记的 其实我也入不了 这一组我能给你给他过的 不过吧 我觉得可以过 好像严格点真的也是过不了 无线议员们再次来到横电影试诚打卡上班 现场会发生怎样的趣事 哈哈哈哈 低心挺浪的 骑个驴除人 哥哥脸上的痛啊 浪 这不要的水不用傻帅啊 因为你里面偷偷穿什么鸡鸡 亲爱的生日快乐 每天都精彩 生我的倾家荡城的演技 征服了他们了吗 斯带浪吧 哎 对的对的 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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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要对没 我又乃王 你是个犀利的主持人 他转手到底是哪个位置 人家是灵魂人物 1.7 是什么都赶 不然韩毛利奇 四个耶 放的时候我要问问题哦 我要停啊 你怎么问一个问题就停住的了 哇 他吃光 这个节目下次我再来啊 无线议员们再次来到横电影试诚打卡上班 现场会发生怎样的趣事 哈哈哈哈 低心挺浪的 骑个鱼虫 给我脸上的痛啊 呃 你不要你的手 不用啥帅啊 因为你里面偷偷穿什么鸡鸡鸡 亲爱的生日快乐 每天都精彩 哎 生我的亲家荡城的演技真不知道他们了吗 思黛网吗 哎 对的对的 傻 嗯 嗯 啊 然后你要对没 好减 又乃娃 哈哈哈 你是个犀利的主持人 二传绸到底是哪个位置 人人是灵魂人物 1.1 什么东西 寸儿寒毛丽琪 放的时候我要问问题 我要停 你怎么问一个问题就停住的了 他们俩都没有通过 他们也很厉害都没通过 怎么会 怎么会没有通过 就是演的时候会比彩排的时候 会用力的 就是有点两个节奏不是很大 还有 你要注意 一定要演给导师看 所以你们的面相很重要 它不是个影视画 它是一个舞台剧 你所有的东西都得让老师看到 然后你的声音要大 所以你这次你们排的时候 要调整一下 要让老师看到 拜拜 加油 我们再研究一下 我们再走走词 黄银 赵晴没有通过考核 还是没通过他们两个 也没有吗 都没通过 这么难的吗 真的 哎呀 没想到的是三组 一个演员也没有被留下 到这儿就的确是有点慌了 就感觉整个这一轮 是不是有一点太严格了 压力有点大呀 哎 蛮刺激的 下一轮考核 准备开始抢灯 快点开始了 没事没事没事 这不是个急活 开始 恭喜王强张锐组获得考核机会 换到了 哈哈哈哈 我们要去了 走吧 啊 你我想过 就是因为你的关系 因为你太在乎他了 可能以前那时候惨一点 我可能会对打两拳 就把我们两个打到累 你也累 我也累那个程度 还要自己制造灵雨的效果 好好好 我们给他个不样子 好 看 鞋子穿上 你了 吃不住 对不起 张锐还是我觉得 让我有点意外的 就是有突破 跟你本来的样子啊 跟你想表达的 包括上午聊的 有规矩的那种感觉 好多了 好多 变化有点大 对 变化挺大的其实 但是中间有几个地方有点撑 再看到DNA那个 有些拖没有用的 就是一听到反应的时候 那个节奏 那个节奏修短一点的话 就令到整个戏更流畅 张锐给到一个还挺不错的结果 如果我一定在鸡蛋里面跳骨头 你的口香糖 我觉得很出息就是 其他的我觉得都还是非常有突破 那王强 你有两个地方 你再冲他喊了一句 我杀了他们全部人 你杀我呀 来呀 实际他一开始来给你 闷你脑袋 闷了好多圈 我感觉这个时候 应该这个都有点错位了吧 就当然你不需要去眼中扭曲 但我觉得 你看你那个牙齿的 那个红的血的感觉 应该是被打出了内伤 你在喊那一声的时候 你可能会被枪到的 我觉得 就有点太顺畅了 太有劲儿了 就是其他的都没有什么 我认为你可以拿捏这样的角色 欧身边 Clare 终于 H秦 3 4 4 6 6 6 感谢观看